哈喽大家好 大家刚刚看到的那个空调上面显示的温度啊 就是成都 今天我家室内没有开任何取暖设施的一个温度 说实话 不足十度啊 还是有点冷的 而且再加之这两天呢 成都的室外一直都在下着毛毛雨 哎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吧 我们国家南方不集中供暖的这个政策就有问题 比如说像我们成都这个地儿吧 就刚好不属于集中供暖的范围 但是你说成都冬天冷吗 我觉得倒是挺冷的 但是如果照北方的小伙伴的那种评判标准 就会说 你们成都又不下雪 难道还真的冷吗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的那种所谓下雪的时候的冷 和我们这边成都这儿的这种冷 不是一回事 因为我告诉你们啊 成都的那个雨到现在都还在下冬天了 下雨就是一种湿冷的感觉 然后如果不集中供暖的话 就我知道呢 很多北方的小伙伴就是他们集中供暖 在家里面可以穿的很少 甚至穿夏天的短袖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像我们成都这地儿呢 你出去穿什么衣服回来 基本上也是穿那一套 就是顶多你就把外套给脱了 但是你如果要想换成像在北方那边 集中供暖的那样子 你回到家你直接把衣服换成夏装 那是不可能的 马上就会感冒 即使是你开空调 开小太阳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像我这个月就很典型啊 我的电费这个月30天内啊 我都快用到400块钱了 我是开着空调 但开空调的效果非常差 而且非常的费电 我们如果要享受供暖的话 那就只能自己装暖气 但是我觉得自己装暖气吧 又有点贵 它有烧电的有烧气的 烧一个月下来也还是挺贵的 反正我就是觉得比较羡慕 北方的小伙伴们的那种集中供暖 又便宜又好用对吧 另外呢 我还想跟各位比较关心 乘舵小伙伴们同步几个乘舵的最新消息啊 第一个就是乘舵疫情 其实给我的感觉啊 这两天成都疫情已经得到了很明显的控制 虽然说我们小区门卫视还是管得比较严 外来的任何人也是不允许进入小区的 但是通过各路媒体啊 发布的一些数据上来看呢 就是成都已经有连续几天都没有新增了 那截止到今天12月 今天多好 17号吧 截止到17号的晚上 然后加上之前成都有的那个境外输入的那群人加在一起啊 总共是41个现有确诊 然后一直都还有出院的 所以总体的那个感觉呢 还是在越来越好的状态啊 而且虽然我这两天我们家都不让我出门 但是呢 我在我们家楼下走了一圈啊 看了一下就是该开的商铺都开着呢 然后可以看电影 电影院也是正常的营业状态 还有一条要跟大家同步的消息呢 就是关于成都地铁的好消息 之前我有一期视频专门给大家讲成都地铁的地铁站的那期视频里面就有说过成都地铁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会有一次集中的线路交付 这集中的线路交付是啥意思呢 就是在同一时间不止交付一条线啊 就是说今年年底呢 会有很多条成都的地铁线路同时交付运营 那是什么时候呢 就现在官宣出来的消息啊 是12月18号 今天已经是17号了 所以也就是明天他就会正式交付 到底交付哪几条线呢 我据看到新闻啊据说是有6号线 8号线和9号线 还有17号线和18号线沿线 应该是这样的啊 那到时候我也会争取去做一波首发列车啊 如果是运气好能够坐上的话呢 那就真的太幸运了 如果坐不上呢也没关系 反正到时候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拍视频看的 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主要是想给大家看一下 我前天回到绵羊老家拍到的一些视频 那绵羊呢是属于 除了成都以外四川省的最大的城市 也就是四川的第二大城市 而且这个第二名呢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就是不管从GDP还是人均GDP来看的话呢 都是全四川第二 那就不像我上一次给大家说德阳的时候啊 就有小伙伴就会就说啊 宜兵宜兵现在已经超越德阳了啊 德阳不一定是第三 那今天我说绵羊是第二 我想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吧 好了废话不多说 接下来咱们就去看看 那实际上我这期视频呢 是有两天时间拍摄完成的 我在绵羊总共待了两天时间 其实两天时间说实话 逛绵羊是逛不完的 况且我还是有时间是陪家人的嘛 因此这一期呢 我只能说大概的带大家逛一圈啊 让大家能看到绵羊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成都到绵羊距离是130公里 其实不远 而且我坐的这个呢 叫做成绩列车 它本质上是洞车组 还不算是高铁 规定的时速大概是250公里每小时 因此坐这个车从成都到绵羊 大概也就是40分钟左右 票价不到50块钱啊 非常便宜 再给大家看看这车的外观 我感觉跟那个日本的新干线差不多 哦这里我还需要跟大家说一下 目前为止四川还没有高铁 就是那个所谓的中国交通名片 平均时速350公里的车 由于我从成都出发就是晚上 所以就到了绵羊呢 也是只能给大家先看看夜景了 绵羊以前古收的名字叫绵州 也是唐代大事人李白的顾礼 绵羊现在主要还是两个区 一个流线区 一个浮城区 这两个区以城中浮江为界 再后来到2016年的时候吧 绵羊的安线被撤线设为了区 叫安州区 所以加起来呢 应该是三个区啊 绵羊现在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城市有一个地方规划的不是特别好 就是它没有很明显的新城区这么一个概念 当时就是08年地震了之后呢 好像有很多建筑就是不是被震成了微房嘛 就拆 拆了都选择在原址重建的 就没有考虑到就是城市会发展会变大嘛 所以很多关键性的建筑 比如说政府的单位 然后还有一些车站码头啊 都是选择原址新建的 所以现在就感觉这个城市里面会比较挤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这一路坐着车都在堵车的一个状态 不过讲道理啊 由于这座城市是依着福江而建的嘛 所以它的江景呢 我感觉还是蛮好看的 不管是夜景也好还是白天看也好 都还是不错的 而且由于这两个中心城区是以江为界的嘛 所以如果这两个区要沟通呢 肯定就是必须要先交通方便 对不对 所以江上的这种桥呢 也是特别的多啊 那其中呢 也不乏这种特别有设计感的桥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特别漂亮 我觉得这种桥可能在成都都很少见吧 反正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特别是这种灯光打起来的感觉 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直观的看到绵羊这福江两岸的夜景呢 我专门在这福江边上找了一个比较高的建筑 站在高处给大家拍一下 感觉这灯光都把整个天都给照亮了 大家感觉有没有 反正我感觉这真的挺不错 大家还记得我在成都拍的那个成都景江边的夜景吗 感觉好像都没有这边好看对不对 说实话 我觉得光夜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感觉只有成都的南边的夜景能和这比比了 我的相机效果在晚上拍可能不是特别好啊 前段时间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我的以前的设备呢 坏了正在修 所以用的是备用的设备在拍啊 如果设备好一点 拍出来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啊 我和我爸开着车呢 准备去找属于绵羊人自己的早餐吃 那是什么呢 就是绵羊米粉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绵羊市的街道 普通市区的街道啊 是这样的 我觉得现在除了车变多了 显得路比较窄之外呢 其实整个街道看起来是非常整洁的 而且非常的干净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吧 在这边的卫生条件是绝对要比成都好的 我小时候曾经天真的以为所有的城市都是像绵羊这样干净的 结果当我读了大学去了省会成都之后 我才发现 哎 绵羊还是真的太干净了 好了来吧 给大家看一下属于绵羊人自己的特色早餐 这家叫做永华米粉的店呢 应该算是绵羊吃米粉的这个市场里面算是比较老字号的一家店了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是早上的九点半快要到十点钟了啊 居然都还是有这么多人排队 据说在真正早上高峰期的时候啊 这家店能排队排到整条街的末尾 非常的夸张啊 今天呢由于来的这个时间关系吧 可能就只能给大家看到这么一点人排队的场景了 不过如果这个场景放到其他的店铺 我觉得也算是蛮夸张的了 对不对 毕竟只是一家卖米粉的店铺 要放在成都的话 这肯定又要被某些媒体说成是网红的小馆子了 对吧 看这墙上挂的荣誉牌 感觉他们那个墙都快挂不下了 好这就是一碗标准的红汤牛肉米粉了 所以红汤呢就是有红油的辣汤啊 它是口味是辣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绵羊米粉只能作为本地名小吃的原因之一了 因为就算是很多四川人他早上也不习惯吃这么辣这么重口味的东西啊 很多人你让他早饭吃这个他是吃不习惯的 不过当然他也有那种不辣的清汤的 但是清汤呢 我我觉得味道就没有这种红汤的好吃 他那个清汤呢是用鸡汤熬制的那种汤做的 感觉比较适合北方人吃 但是很尴尬的是啊 人家北方人可能也吃不惯你这个粉 所以啊这注定只能算是属于本地人的一种美食 不过价格很便宜 小中大碗分别是六七八块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暂时给大家先拍到这儿 明天呢我再带大家去看一下绵羊的火锅是怎么吃的 还有绵羊的江滩风景和机场 那咱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